大家好,我是戴红 之前我们讲了双门齿木的一个大类 戴鼠大家族 今天再把另一个人气家族 开的戴熊这家来讲一下 在遥远的150万年前 戴熊的古代亲戚 双门齿兽生活在澳大利亚 这是一种体长可达3.8米的 巨大哺乳动物 仿佛一个犀牛大小的戴熊 只要吸引于开阔林地 半干旱平原和西树草原 只要以树叶草类等植物为食 双门齿兽拥有十分壮观的 巨型头骨 四条腿如同四根柱子一般 结实有力 动起来会和戴熊一样 迈着足那一番的步态行走 十分的憨态可居 然而悲剧的是 随着版本的更新 这些古代双门齿兽都记忆了 现今的几种戴熊啊 大家既应该比较熟悉 属于是动物界的大明星 在网络上人气很高 其中登场率最高的 应该是树戴熊科 树戴熊鼠的树戴熊 音译是考拉 相当可爱哈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东部 体长65到82厘米 体重4到15千克 考拉的身躯啊 浑圆结实 没有尾巴 大脑袋上 沾用两个圆圆的 毛发蓬松的耳朵 再加上那个又大又黑 如同巧克力脆皮的鼻子 整体形象 是相当的惹人喜爱 在当前版本的地球昂赖 考拉有三个 十分强悍的技能 第一个 是它的解毒能力 经过长久的演化 那些毒性巨大的杨树叶 成为了它们的专享食物 考拉体内长着长达两米的离谱盲肠 相比较而言 咱质人体内的盲肠 只有6.5厘米长 而考拉的盲肠中 存在着数百万的微生物 能够将难以消化 且营养匮乏的氨树叶 分解成可吸收的营养物质 同时呢 分解树叶中的毒素 而在分解的时候 考拉会进入睡眠 每天都需要狂睡20个小时左右 第二个强力技能 是考拉拥有锋利的尖爪 能够帮助它攀爬 而且这些利爪十分恐怖啊 很多饲养员和游客 都被其疯狂乱抓重伤过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考拉长得可爱 就掉以轻心 第三个究极技能 那就是考拉无解的智商 在我们日常网络冲浪的时候 当大家看到十分离谱的内容时 有些人会开玩笑的说 哎呀 额大脑皮层都变得平坦光滑了 这句话对考拉并不适用 因为人家的大脑皮层 天生就挺光滑 如同一块草莓味的果冻 这意味着 没有任何生物 能对考拉进行AP伤害 当大象被均养在笼子中 大象会感到孤独痛苦 当虎鲸被均养在水池中 虎鲸会感到一语焦虑 当考拉被均养在动物园里 考拉会吃得五宝六足 变成大胖宝宝 只要让他吃饱啊 你甭想对他的精神造成任何杀伤 考拉这场独居 社交的时间很短 每天可能只有15分钟用来互动 当然 他醒着的时间 一般每天超不过4个小时 在繁殖方面 母考拉每次一般会产一胎 有时候会产双胞胎 这些体重仅0.5颗的迷你胎儿 会在育儿袋里发育 发育到3到4岁左右性成熟 6岁左右用来吃树叶的锋利牙齿 会逐渐开始磨损 在数年之后 一直到牙尖完全消失 考拉会难以饮食 死于饥饿 十分悲剧哈 野生考拉的寿命 大约在13到18年左右 而带雄科的成员 是一群主要生活在地面的带雄 塔斯玛尼亚带雄属的带雄 也叫裸皮带雄 只要分布于澳大利亚东部和塔斯玛尼亚岛 体重70到120厘米 体重25到40千克 体格健壮 浑身长板粗糙厚动的皮毛 像一个没有大板牙的水豚 也是相当可爱哈 只要其于凉爽的沿海灌木丛 荒地和树林中 属于是挖洞能手 假如出现在奥特曼里 那带雄一定是地底怪兽 他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会待在地下 而带雄强悍的挖掘能力 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还能改善周边环境 它们如同生态工程师一般 那么大的动讯系统 能够松动土壤 使气体流动 促进植物生长 给各种昆虫 以及小型脊椎动物 提供更多的气息地 堪称是伟大的生命 在饮食方面 带雄主要以草类为食 比起树带雄烤拉来说 带雄更加的富有探险精神 除了草之外 各种蔬菜等其他植物 它也会吃 比如在有些地区 它已经适应了农田生活 和牛马羊等家用动物 变成了老乡 一同在农场里掐饭 十分的欢乐 那些带雄 不会遭遇考拉那样 牙齿磨损 最后导致无法掐饭的情况 因为带雄的牙齿 钟声不断的生长 而且这些牙齿 能够保持锐利的结构 是相当强悍 然而即便如此 带雄的野生臭命 只有15年左右 依然和考拉是不相上下 可能是因为 它没有考拉能睡吧 带雄的身上 还有一个很为人乐道的小知识 那就是 它能够排出 近似方形的立方体便便 这确实是十分的神奇 通过科学家的研究 带雄的肠道 会在吸收营养物质和水分时 对粪便造成挤压 相对于其他哺乳动物那样 方向一致的波浪式肠道蠕动 带雄的肠道蠕动 比较不规则 而且分成多个周期 从而塑造出了 坚固扁平的立方体便便 这些便便 比较不容易滑落 可能能帮助带雄 在延时崎岖的地方 标记自己的领地 当然 这只是一种猜测哈 毛鼻带雄署有两位成员 首先是毛鼻带雄 也叫做南方毛鼻带雄 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南部 体长77到93厘米 体重19到32千克 头部和带雄一样结实 但是稍微扁平一些 耳朵也更尖 和鼻头光滑的带雄相比 正如其名字一般 毛鼻带雄的鼻子那块 真有丰富的毛发 只要栖息于 半干旱到干旱的草原和林地中 和带雄一样 毛鼻带雄以挖洞为生 群居生活 最多能有十只带雄 生活在同一个洞穴系统中 这些洞穴 如同一个复杂的地下秘密基地 中间有一个较大的中央洞穴 绕周围环绕着一圈小洞穴 这个洞穴系统的长度 甚至能长达100到150米 在炎热的时候 毛鼻带雄会在洞穴中睡大觉 到凉爽的时候 才会爬出洞穴 来到陆地开始掐饭 饮食方面 毛鼻带雄 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 寿命很长 有几只动物园 全眷养的毛鼻带雄 都活到了34岁的高龄 昆士兰毛鼻带雄 奉富于澳大利亚东部的 一个很小的区域 整体形象和毛鼻带雄 十分相似 鼻子更宽 耳朵更长一些 由于殖民者的捕杀 以及欧洲人 带来的外来入侵户主的竞争 以及捕食 昆士兰毛鼻带雄 现今极度宾威 在2003年 仅存113只 好在呀 最近一段时间 当地对其进行了保护措施 其数量有所回升 到了2024年 昆士兰毛鼻带雄的个体 已经超过了400只 当前版本自然界 树带雄是一种 十分强悍的中单法坦 磨抗极高 在遭遇毒系攻击的时候 会使用睡觉来回复体力 当其遭遇精神攻击的时候 会使用超级健忘 来急速增加魔抗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对敌人进行攻击的时候 会使用批斩和疯狂乱抓 对敌人造成巨量的物理伤害 虽然攻击力不高 但其毫无前摇 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灵真骑手 属实是难以躲避 假如你决定了使用 树带雄作为这把的英雄 那么我建议你搬掉 澳洲野犬 澳洲野犬是高人气打野英雄 灰狼的地区限定皮肤 在大营州地区 属实有点降维打击 团战能力极强 当树带雄不小心出塔了 比如从树上钉下来了 那么澳洲野犬 会开启鲜血追猎一拥而上 最后使用野兽之口将其终结 关于带雄的介绍 再次告一段落 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 希望能点个3加关注 我是带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 加油吧大家